可以看到肇事白色車輛的擋風玻璃支離破碎 車身嚴重凹陷 駕駛在工作人員的摻扶下躺上單架送醫治療 而另一邊遭到白車撞擊的兩台自小客車 車尾板筋脫落 輪胎不知道滾去哪裡了 情況相當慘烈 10號清晨白色自小客車駕駛 一次誤闖施工車道 不慎追撞施工人員的車輛 隨後又遭到後方的另外一台轎車撞擊 刺車連環撞 造成白車駕駛胸部及身體多處擦措傷 而在車上準備返家的工程人員左手腳擦傷 所幸宋醫師意識清醒 帶你來聽斷工程人員的訪問 就坐在車裡面躺來躺去 我們兩台都停在這邊 你們兩台都在鋪骨而已 對啊 我們是停在 我們是私工人員嘛 防重車那時候在我旁邊 他不撞防重車跑進來撞我 於四部車輛都需要拖掉 因此從5.5分開始路段全數封閉 工作人員亮起路燈 車輛大排長龍 直到6點10分才排除完畢 全線通車 經過調查 肇事駕駛沒有酒駕 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待釐清 警方呼籲用路人開車時 務必注意車況 並留意施工告示牌 避免發生意外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